二 一 吉隆市長謝國良拿起水槍 準備開心跟小朋友們玩水 但面對罷免行動 恐怕是笑不出來 民間團體的行動勢組表示 第二階段已經突破門檻 預估七月五號送進前 可衝到四萬份 後續送審選委會通過 就會展開罷免投票 對此謝國良本人不回應 反倒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看不下去 怒向綠營刻意製造社會對立 拿謝國良當起頭 他在吉隆好好認真努力 結果因為得罪了某些民進黨的朋友 或者是特定利益的人 他們就發動了罷免 用這樣子用仇恨 用鬥爭的方式來對抗一個市長 他就看民進黨 尤其是林又昌 他的決定是什麼 民進黨發起宣講 上週末連兩天鎖定基隆 現任秘書長林又昌 也是前吉隆市長親自作證 遭藍營質疑 想利用罷免謝國良當遮授部 轉移他任內五大施政爛尾 包括最具爭議的東岸商場逼案 還有沉寂轉運站 基隆田徑廠 林谷塔 寵物銀行等 白民把政黨的手伸進了罷免 連署中 蔡英地方首長跳出來聲援謝國良 國民黨立委也提出選罷法修正草案 嚴禮提高罷免門檻 草案將在下週排入 內政委員會的議程 提前點燃藍綠戰火 這是害怕罷免 背離民意 更是涉及自肥的手法 民進黨會全力阻擋 現在黨要全面發動罷免 當家鬧事 對在野黨去做追殺鬥爭 選完之後罷免 罷免之後又選 是不是代表他們不把人民的納稅錢 看在眼裡 藍軍強調罷免是一個救濟選舉的 嚴肅程序 若不嚴格把關 只會淪為如今殊不其者的報復工具 介紹我們呂建英台北報導